耶 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來到桃園營養Good 健康節目 那我們手機常常收到所有的訊息 賴口口傳還悟性偏發 吃到洗澡 真好耶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到了 桃園市社區營養推廣中心的林元祺營養師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社區營養推廣中心營養師林元祺 營養師你好 那我們今天會開放Coin喔 那來聽聽觀眾朋友們有什麼想說的 沒問題喔 喂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 我是姚梅的仙草姐 仙草姐你好 請問有什麼腰味營養師的 請問一下沙拉油 豬油 椰子油 哪一個對心血管來說是比較健康的啊 我姐說是沙拉油 這是對的嗎 那我們常食用的油脂 其實比較分為飽和及不飽和脂肪 那一般在室溫中是凝固狀態的 那就是飽和脂肪比例比較高的油脂 那其實對我們心血管比較不好 那例如像是豬油 牛油 另外還有椰子油 那它其實有將近九成 是飽和脂肪喔 那而不飽和脂肪比例比較高的油脂 像是橄欖油 葵花籽油 還有你姐姐有提到的 沙拉油 那對我們心血管其實是比較健康的 那這些油我們建議烹調的溫度都不要太高喔 哇原來是這樣啊 那我們接下來下一位 喂 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 我是大蟹豆干 豆干先生你好 請問有什麼樣問營養師的 請問一下 阿天南海鹽跟進口鹽 哪一種比較健康 哎呦 這位先生不錯喔 有在研究每天吃的鹽喔 那其實有些人假狀腺異常 早智 大脖子症 還有小孩子智力發展的問題 那其實都是長期缺點的喔 那其實我們可以建議啊 選擇 包裝上面有寫這種加點的鹽 那對我們甲狀腺的健康 以及小孩子的智力發展都有比較良好的幫助喔 真的好想到一句 餐餐選點鹽 健康零缺點 你說是講真好 嗯 沒有錯喔 OK 我們休息一下 進下一段廣告 小糖 少 少 少 有你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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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營養 不能燒 都要吃夠 六大食物 均恨吃 營養健康跟著來 歡迎回到桃園營養Good 健康節目 讓營養師呢 再為大家解惑 那我們繼續接通下一位 喂 你好 請問怎麼稱呼 我是關營養的蓮花 嘿 蓮花小姐 你好 請問有什麼要問營養師的 請問一下 我不敢吃青菜 不可以用水果來代替 呃 水果叫蔬菜有額外的果糖跟葡萄糖 那導致一樣份量的水果啊 會比蔬菜熱量多三倍左右 那有減重需求啊 或者是有血糖控制的民眾啊 其實啊 會不建議吃太多 那我們國建所建議啊 我們餐盤裡面 建議每餐水果啊 拳頭大 那我們菜的水果再多一點 那蔬菜的份量要吃夠 才能夠幫助我們身體健康哦 太棒了 真的是學習到很多的正確營養觀念 其實呢 不是好的東西吃越多就越好哦 那我們這邊感謝營養師 請問營養師還有什麼想跟觀眾說的 那大家可以追蹤我們桃園市社區營養推養中心的B 那除了裡面會有正確營養知識之外 還有不定期的抽獎活動哦 那65歲的長者如果有需要營養篩檢服務 或者是營養諮詢的話 都可以打3340935 找我們社區營養師來做預約哦 好 今天的節目呢 就告一段落了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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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